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亲属外了 以后就是什么 要什么大事情也可以你来签字 对啊 那个是叫什么协议来着 你想给我签那个 可以啊 真的啊 真的 真的想签 就是领个身份证呢 我们给水明区的明镜局给签 太快了吧 你就想这么快 你现在跟我说完之后我想签 我都不知道有个东西 签完之后就是 监护协议 对 议定监护 议定监护 那个就叫议定监护 议定监护 他在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想 你真的就这么快你就想这样啊 这种就是签完之后咱就是更有安全感 不想 这签完之后就很难改了 但我没想到咧 我真的没想到 你真的没想到 你真的没想到 你真的假的 整倒地 你刚说完之后 你说小心他的签了之后我就想了 没签 我们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俩拜了个堂 我当时 我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我想跟你结婚 然后他说怎么结 我说现在以天为约 以地为盟 我们现在就是对着这个天 对着地 拜天地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床上拜了天地 拜天地 然后后面夫妻对拜 一座椅 二座椅 三座椅 送入洞房 对 然后我们就洞房了 我们晚上结婚了 我们晚上结婚了 这还没有两个月 你要跟我求婚 那就是 那就说那以后就是你的余生考虑一下我 可以吗 嗯 哎呀 好尴尬呀 嗯 然后希望你能天天开心 这蛮紧不说呀 很尴尬 你继续说呀 然后希望就是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太快的话 希望就是你的余生可以考虑考虑我 我们可以先尝试尝试 再试两年 可以再尝试尝试 我希望你能天天开心 不要不开心了 然后来 老婆 老婆我爱你 你别不开心了 我爱你 天天爱你 每天每时每刻都很爱你 你别哭了 我说了 我说如果说以后没有条件了可以去国外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没有想的 对呀 他可多心愿成绿都不 但是现在咱都不能说 他可多心愿成绿 嗯 给你好好实现吧 好好挣钱实现吧 把他都照顾变成绿 虽然说是我先提的 我说以后有这个条件了 然后后面我们现在我们马上要挂电话之前 我问他你现在最想跟我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那现在就是想结婚啊 你就说了呀 又是嘴意 我是负贺你 负贺你 你是负贺我呀 对啊 负贺你 你不是很想吗 我负贺你 我也想我也想 我真的想啊 这个很难啊得很好很很努力 你看都算了十几年 十几年的努力 我真正走到那步我还挺开心的 说明咱这十几年来都熬过来了 都是 都一起走过来了 如果真的有那天我还挺 真的 不会哭 嗯 差不多一节目了 都要是你又睡了 就要跟其他一夜吧 嗯 感情的话就确实是爱在当下就行了 但是我们要规划之后的事情 这之后我之前都已经跟你规划好了 跟你说了可多次了 你也没去做 你是今天这些想通人的想就这样做 想那么多干啥呢 那就不能我一个人做 你也要做 我们要不一起做 我不一直在做吗 我都已经 之前过年的时候就跟你规划了 跟你讲的可多 你也没听 但我当时 当时我只 当时我只是以为你哄我开心而已 我也不是说你 就是你也没有 后面也没有提过这个事情 是过年的时候说了 嗯 我也只是以为你当时哄我开心罢了 上次不也提了吗 对 你提过好几次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呀 什么好说的 不说吗 你说呗 都可以啊 就是他过年的时候他 说过就是 国外结婚的这种事情 而且我亲戚他们都一个结婚了 到时候他肯定就 下一个结婚就轮到我了 嗯 他肯定会把目光盯在我身上 然后呢 我把你带过去了 他们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真的 那我的压力好大 不会的 因为我亲戚安倍翻来的话 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一个一个都已经结了 本来是很会 他们要问我的 所以我把你带过来了 他们就不用问我 我觉得结婚都很抓嘛 我很期待我那些抓嘛的朋友 有没有就是结婚 有些闹的 我跟你讲啊 你之前我们高中有队很抓嘛 我不想听 特别抓嘛 我想听听 我们两个字 我们两个计划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明年摆席啊 明年实习 明天 明年 真的吗 嗯 这个事情我其实很想再三的确定 你觉得那是不是认真的 那真的呀 我骗你干嘛呢 第二个 第二个感触 没有很少的感觉 身边的朋友陆续都开始结婚了 哦哦对 我当年有过一些感觉 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婚了 我当年会觉得 我当年会觉得 我感觉好像我自己不一样 我跟你们的人生轨迹都是不一样的 我说我这辈子好像是不会有这样的场景 我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 也可以有啊 咱一样 一起办 咱全是办了 没有办理 你那边办了 我也办了 真的吗 嗯 我感觉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就脱口了就感觉很简单 没有啊 这也能办 那什么不能办呢 我希望这个事情是庄重而又神圣 而又虔诚的 对啊 我不是脱口 我不虔诚反而闹 就是你感觉是谁口一说 我靠我不虔诚 不是就是你 我就觉得就是你 如果你羡慕别人这样子能办婚礼后我们也能办 这么能不能办的呀 啊 真的 你刚才不是说你说哎呀 好像自己人生轨迹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办 全窗西 真假的 真的 不觉得 就都没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场合 就没有告诉对 还要告诉对方妈妈妈 妈妈妈 我们两个结婚了 对啊 那肯定啊 那是百多婚礼呗 你不能随便乱说的 那那那 明年 慎重一点 明年 2024年的4月20号 我们的婚礼 然后请大家来吃习 你不要乱说 这个事情很正重 一年了 我知道 但是你要认真这个事情 你不要随口一说 我跟你讲 陈律 2024年 我们结婚吧 我们不管你是认真的还是谁 认真的呀 2024年 4月20号 我们结婚吧 到时候我们会邀请大家莫尔王 一起来参加 能答应我吗 感觉太说太随便了 你感觉这么不认真 我怎么不认真 那我去换个西服 换一套衣服 换个西服 那闪那边找 那你 也很突然啊 今天一天也没准 也没有透露过这种事情 那不怎么样 那不行吗 哎呦 算了 算了 我去换一下正式电话 我不用了 嗯 你到时候你这个事情 你要私下再来跟我斩 跟我们说 不要 突然 好像在下坡再说一遍 显得很不正中 好 嗯 明年的4月20号 我们要请他们吃饭 然后到时候你再交向你的好情绪 你就让我们比较熟的情绪 白搭住 知道吗 哎呀你不要乱说啊 你说的又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呀 你能不相信我呢 你说我不敢 我不是不敢 我是觉得太随便了 还是勇敢者的游戏 谢谢 敢不敢 我敢啊 这怎么随便啊 我敢 我们还得计划一年呢 我敢 但是我觉得说的太随便了 这我们还得计划一年啊 嗯 对啊 又不是明天白 哦 好 是2024年的4月20号 好 那就是两 就是一年后 相当于我们认识两年 嗯 现在你来两年 我们就请大家吃西 你看你这个态度 就是明眼就在开玩笑的 谁会当真啊 那我正式点 我去穿正式点 而且愚人姐 也不喜欢用这个 我不喜欢用这个来开玩笑 我可以 他去准备什么了 准备这么久 又愚人姐说真心话 天呐 你又没必要吧 他穿着 他穿着这样 那我是不是也该去换套衣服啊 男同志向女同志靠近一点 女同志向男同志靠近一点 男同志把头抬起来 女同志也把头抬起来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友谊 想你带人爱 这样好 这样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